你知道乌龟究竟能活多久吗? 你见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乌龟吗? 俗话说,千年的亡吧,万年的龟 那么龟鳖类动物真的可以活到上千年吗? 你知道吗? 龟鳖类动物其实早在大约两亿多年前 就已经以目前这种形式生存在地球上了 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一种爬行动物 至于它们的寿命究竟能有多长 之间为止,人们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 你知道吗? 在整个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种体型巨大的龟类 至今为止,它们究竟活了多少年 人们其实根本无从得知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 去估计它们的大概年龄 因为想要知道这些大家伙的确切年龄 即便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够呛 能得出精确的答案 今天这期视频,黑图给各位领导找出了 世界上现存的十种体型最大的龟鳖类动物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巨型龟 大家好,我是黑图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图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位列第十位的就是 短吻鳄龟 这是一种分布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凶猛龟类 短吻鳄龟也叫大鳄鱼龟 这个家伙的体型很大 成年短吻鳄龟的龟壳 最长可以达到八十厘米 体重最大可以超过两百斤 它们经常气息在一些河流 湖泊中 是一种几乎完全肉食性动物 这个家伙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猎物 像一些鱼类 蛇 以及其他的龟鳖类 甚至是小型鳄鱼 短吻鳄龟都会对其进行猎杀 这个家伙之所以得名鳄龟 一多半原因是出于它的凶猛程度 短吻鳄龟是所有龟鳖类动物中最凶猛的一种 它们的嘴巴前端的上下鹤 成钩状与一些鹰嘴很像 千万不要小视它这个嘴巴 虽然这个家伙没有牙齿 但是它们的钩状上下鹤 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头 甚至我们的骨骼 成年的短吻鳄龟在野外除了人类 几乎没有天体 非常凶猛 对了 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寿命 短吻鳄龟12岁左右才会达到成熟 人工饲养的短吻鳄龟的寿命 通常也就在20到70年之间 然而纯野生的寿命仍未得知 不过一些动物学家估计 它们可能能够活到200岁 好 第九个 黄脚龟 黄脚龟也叫黄腿象龟 之所以叫黄脚龟 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前腿上 有一些黄色的鳞片 这个家伙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 在这里由于它们的移动速度缓慢 无法捕捉其他快速的猎物 在野外 它们只能吃一些树叶 草 落果 或者其他动物的一些腐肉 有时候食物短缺 它们甚至会选择 食用其他动物的粪便去冲击 不过通常情况下 它们应该是不缺食物的 因为在亚马逊盆地 全年的气候变化幅度几乎不会很大 常年绿树成一 有足够的食物供它们享用 在野外 黄脚龟的体长 最长可以达到94厘米 寿命约在50到60年 这个家伙从8到10岁开始成熟 成年后的黄脚龟 全年都在交配 然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 通常体型较小的雄性黄脚龟 更容易得到雌性的青睐 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 是因为体型较小的雄性移动起来 会比其他体型较大的要快 这可以使它们能够快速的 与大量雌性相结合 从而传递它们的基因 对了 还有就是这种黄脚龟 从出生起就会自食其力 因为它们的父母 并不会照顾它们长大 由于移动缓慢 几乎没有攻击性 在亚马逊地区 这个家伙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人类 在当地 黄脚龟被人类大量捕杀 被运到南美 作为美味出售 好 第八个 暴龟 暴龟是世界上第四大陆龟 成年暴龟的体长最长可达一米 不过通常情况下 它们的体长约在70厘米左右 一米长得很罕见 暴龟也叫暴纹陆龟 这个家伙大多数都分布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它们与猎狗生活在同一区域 暴龟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身上那些黑色斑点以及条纹 再有就是它们的龟壳 通常都比较高 看上去后背像是龙起一样 这个家伙是草食性龟类 在非洲 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草本粥为食 不过有时候 它们也会去啃食一些动物的骨头 以及猎狗的粪便 吃这些东西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从中获取自身骨骼发育 所必须的钙 还有就是它们之所以会选择 使用猎狗的粪便 是因为猎狗这个家伙 是一种吃肉不吐骨头的动物 在它们的粪便内 会有许多骨骼残渣 暴龟使用起来会更方便 我们都清楚 猎狗是非洲大陆的青道夫 然而暴龟则是非洲大陆的种子传播源 暴龟在吃植物的时候 一些植物种子进到暴龟的肚子里 可以未经消化 就通过它的肠道 然而等到排泄出去之后 就可以将种子传播到它的活动区域 使得植物可以扩散生长 对了 还有就是暴龟的寿命 可以活到80到100年左右 成年的暴龟在非洲大陆 几乎没有天地 好 第七个 苏卡达鹿龟 它是整个非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鹿龟 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83厘米 体重约在200斤左右 它们生活在非洲南部的边缘地区 通常都骑在一些西数草原 沙漠边缘 或一些干燥的大草原等等 一些比较炎热干旱的地区 由于天气炎热 缺乏水源 因此使得苏卡达鹿龟 不得不采取下面的方式去维持生存 没错 就是下面 很多领导可能都了解动物们冬眠 很少听说过有下面这些说 但在这里 下面确实存在 在这种干旱的地区 苏卡达鹿龟为了躲避高温 以及保留住体内的水分 每当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它们就会在地下挖掘洞穴 去躲避日晒 如果遇到长期干旱的天气时 它们则会钻进自己挖的洞穴中 停止活动 等到旱季过去 雨季来临的时候 才会触动觅食 对了 还有就是它们的下面期间的食物 在野外 苏卡达鹿龟挖的洞穴 通常都很深 有时候甚至会深达十几米 在这个深度内的土壤相对湿润 下面期间 它们的粪便 如果洞穴周围的土壤保持湿润 像平时吃的一些草和多肉植物的种子 则会随着它们的粪便 排到洞穴周围 从而继续生长 以供它们食用 即便在这种极端炎热恶劣的环境下 它们仍能够找到生产的办法 寿命更是可以达到70岁以上 求生手段相当完赛 好 第六个 戴帽 确切点说 它应该叫戴帽海龟 这是一种极度宾威的海龟 它们生活在热带珊瑚礁中 通常都期待海下18米左右的深度活动 戴帽海龟的体长可达1.1米以上 体重可达230斤以上 它们是海洋中一种携带毒素的海龟 不过它与其他的剧毒动物不同的是 戴帽并不会主动向外输出毒液 它们身上的毒 主要就是它们身上的肉有毒 主要原因 就是这个家伙超过50%的食物来源 都是以一些海绵 以及一些水母和刺包动物为主 它们吃的这些东西中 有很多本身就携带剧毒 这种剧毒对很多动物都是致命的 但戴帽却不以为然 它们具有很强的抗毒能力和抵抗力 这些剧毒生物 它们吃下去并不会导致中毒 由于经常使用这些剧毒生物 渐渐地戴帽海龟的肉中 也就有了相当水平的毒性 这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自身携带毒素 多多少少都能够替自己 抵挡一部分掠视者的袭击 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几乎没有什么主要的天敌 除了鲨鱼和蛮鳄 多数海洋生物不会去选择猎杀这个硬菜 再有戴帽的性情也是一强凶猛的 它们的双额十分有力 可以轻易地咬碎一些贝壳 等等一些坚硬的生物相当凶猛 好第五个亚达伯拉象龟 它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陆柜之一 成年亚达伯拉象龟的平均体长都在1.2米以上 体重可达500斤 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塞什尔的亚达伯拉环礁岛屿上 这座岛受到保护 整座岛就是亚达伯拉象龟的家园 你知道吗 在这里大约生活着十万多只亚达伯拉象龟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种群 当然也是这座岛屿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 这些大家伙每天在岛上的一些开阔的草原上聚集 天气炎热的时候 它们会群体移动到一些阴凉的地方躲避烈日 到了晚上 它们可以毫无防备地想睡就睡 除了自己的同类 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干扰它们 对于这些大家伙来说 这里就是天堂 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安心地研究长寿的秘诀 人们通过研究发现 一些个别的亚达伯拉象龟的寿命 可能已经超过了200岁 但这很难证实 因为这个家伙的寿命 通常都要比观察它们寿命的人类要长得多 科学家们几乎不可能耗得过它们 所以它们究竟能活多少年 至今我们仍未得知 好 第四个 加拉帕格斯象龟 它是地球上目前人类已知 现存体型最大的陆规物种 这个家伙的平均体长都在1.2米以上 体重可达700斤以上 它们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格斯群岛 然而加拉帕格斯群岛共有14个岛屿 由于每座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各有差异 所以导致各个岛上的加拉帕格斯象龟形态不一 因此人们把这些个大家伙分为14个不同的亚种 总之统称加拉帕格斯象龟 这个大家伙看上去虽然比较威猛 但其实是一个相当笨重的龟类 加拉帕格斯象龟一天需要花掉8-9个小时的时间去觅食 大多数都在清晨开始出发 到了傍晚休息 在这期间 它们每小时只能够移动260米 行动非常缓慢 这个家伙是食草动物 它们主要以一些仙人掌 树叶 以及一些浆果为主食 由于它们的食物含大量水分 因此它们可以在没有水或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生活超过6个月 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进食 对了 还有就是它们的寿命 据人们估计可达200岁 具体的同上面一样 无从得知 好 第三个 绿海龟 它是海龟中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之一 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1.5米 体重最重可达600斤以上 它们遍布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 绿海龟与大多数的海龟一样 属于杂食性动物 幼年的绿海龟通常是肉食性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成年后的绿海龟 渐渐的就会转换成草食性动物 之所以叫绿海龟 是因为这个家伙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少营养 由于长期使用海草和藻类为食 身体的脂肪逐渐就会透露出绿色 因此得名绿海龟 对了 还有就是它们的天敌 难以想象 经常杀子这个大家伙的并不是凶猛的鲨鱼 而是一些体型较小的寄生虫 在绿海龟的身上有很多种寄生虫 比如藤壶 水质 挑虫和线虫 这些寄生虫会导致绿海龟的肝脏和肠道感染 从而使绿海龟有致命的危险 非常可怕 好 第二个 西龟 西龟也叫红海龟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硬壳海龟 成年的红海龟体长可达两米以上 体重最重可达一千斤以上 它们与绿海龟一样 分布于世界各地 这个大家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生活在开阔的海洋和沿海潜水区 几乎很少上岸 但即便一直隐藏在水下 也无法躲避人类的捕杀 目的就是为了掠取它们身上的肉 以及它们产下的蛋 至今为止 世界上很多地方 仍有很多人在使用红海龟的肉和蛋 特别是在墨西哥 海龟蛋在这里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 并且很受当地人的喜爱 由于人类对其进行肆无忌惮的捕杀 导致这个遍布世界大部分海域的大家伙 最终也被列为异威物种 不过庆幸的是 目前世界上很多地方 已经将它们列为受威胁物种 并对其进行保护 好 第一个 冷皮龟 它是目前人类已知 地球上所有龟边墓中 体型最大的龟类 它的最大体长可达三米 体重可达一吨 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爬行动物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龟物种 这个家伙之所以会长这么大 是因为它经常会吃掉大量的水母 所导致的 它仅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大约70%的食物 食量相当的大 这个家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还被称为吃水母机器 冷皮龟最恐怖的地方 在于它们的嘴巴 当冷皮龟张开嘴巴 我们就可以看到 附在它们食道内壁上的那些 又大又锐利的角质皮刺 这些东西单是看上去 就会让人头皮发麻 嘴里的这些刺 可以帮助它们磨碎食物 从而更容易的让自己消化掉 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 虽然看上去比较强悍 但实际上它们在海洋里 经常会遇到麻烦 比如大白鲨和虎鸡 都会对冷皮龟进行猎杀 之所以会被这些个大家伙猎杀 是因为冷皮龟 与其他的龟类不同 他的龟壳 与其他的硬壳龟不同 并非纯粹的骨头 冷皮龟的龟壳硬度较弱 看上去像是一种柔软的皮革 也正是因此 大白鲨以及虎鸡这些捕食者 完全可以咬得动冷皮龟的龟壳 因此这个大家伙 时不时的就会遭到大白鲨的奇迹 还有就是由于其生活在一些较深的水域 人们想要深入了解的难度相对较大 以至于他们的寿命究竟有多长 至今为止 人类仍未得知 据估计 应该超过了100年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